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718集 窗魂凯 你若能接下我这最后一拳,盗魔宗之事一笔勾销 我这一拳是权力的一拳,若此拳杀不了你,那便真的无法杀你 你会盗魔宗想来也必定是有因果 这因果我不问,第三拳便是终结 盗魔宗天尊老祖缓缓开口 这一拳蕴含了27种神通,你能接下几种 那盗魔宗天尊老祖说着,抬起了右手 王林清楚地知晓,不穿魂凯的自己,接不下 这一拳足以将自己完全轰杀 就算是盗谷身躯也无法在这一拳中残存 他将彻底地形神俱灭 天尊不愧是整个仙纲大陆上,除了岳天尊外最强的巅峰 王林闭上双眼,亲面孔上突然出现了天牛魂的图腾 那图腾刹那出现,立刻瞬间蔓延,弥漫王林全身的同时,王林的修为气息轰然暴增起来 这股气息从那天牛魂内散出 这突然的变化,让那道魔宗天尊老祖的双目第一次收缩 解魂礼?这是天牛魂礼?你获得了天牛魂的认可 能提高到这种程度,你能听到天牛魂音? 这道魔宗天尊老祖,神色同样第一次有了变化 他很清楚,先祖七十二周内镇压了七十二个魂 这些魂尽管都是被镇压,但镇压力度却是有强有弱 且这些魂本身的强大也有区别 其中还有一些已经是死魂,依然还活着的只有一半左右 比如那绿魔蝎魂,原本极为强大 可其镇压力度也不小,且时间极为久远 甚至早于天牛舟形成的时间 故而其魂如今依然被削弱了太多太多 而那天牛魂则不然 在七十二周中,天牛魂属于是后来加入者 时间短,且这天牛本身就是极为强大之灵 在这七十二周内,可以排在第十八位 获得魂的认可不算太难 但凡是活着的魂,每一周内都会出现类似使者的存在 但这种认可,只是初步的认可 即便是借魂力,暂时提高修为 最多也就是空节后期,达不到金尊修为 这是一个共识 无数年来罕见打破者 但绝不是没有 也会有极为少见的一些人 机缘巧合中能听到魂音 魂的咆哮 可以获得高度的认可后 借魂力达到金尊 但金尊就是一切的极限,再不可能超过了 除非可以获得中洲皇城下镇压的 如此一来,这道魔宗天尊老祖 从未听说过有哪位天尊 可以在身为天尊的同时 还具备了某一周魂的高度认可 这种几率啊,在他看来 甚至比出现月天尊的几率都要低 仅次于诞生新的大天尊 能借我两全 足以具备天尊的称号 竟然还是天牛魂的高度认可之人 是 道魔宗天尊老祖 看向王林的目光 露出了他很久没有的情绪波动 这种人物 怕是任何一个大天尊看到 都会极为在意 立刻笼络于麾下 就是不知他如今戒了魂力之后 能力达到什么样的程度 道魔宗天尊老祖 目光一闪 抬起的右手骤然握拳 第三次一拳轰出 在这一拳轰出的瞬间 蕴含了其二十七种神通变化的拳头 赫然在他与王林之间 形成了一个莫大的漩涡黑洞 这个黑洞可以吞噬一切气息 在出现的刹那 这道魔宗的废墟碎片 稀奇卷来 一转眼间就被那漩涡黑洞吞噬 甚至就连这天空也都好似坍塌一般 在大量的扭曲下 化作了弧形的样子 被这漩涡黑洞疯狂的吞噬 还有那大地 此刻也成为了诡异的半圆形状 被那漩涡黑洞无情的吸扯 带着一股奇异的呼啸 这漩涡黑洞在吞噬天地中 直奔亡灵而去 王林睁开双眼 其全身流转金尊修尾 一股从未有过的强大 在他的身体上被王林清晰地感受 他双目金光一闪 身子一晃中 赫然在其身旁出现了第二个身体 那第二个身体脉步中 却见着四周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直至第九十八身体 赫然奇奇幻化出来 其中九十七为残 一个为真 我做不到道荣于身 做不到法随身动 但我可以用这素神诀 在一瞬间 轰出九十八种神通 与天尊一战 道荣于体后 一拳一脚 一挥一指尖 能蕴含的神通数量 是一个天尊层次之修 最强的展现 如那道魔宗天尊老祖 可以融二十七种神通 于一拳中 足以轰开天地 灭杀一切 天尊下之修 这里的重点 是融入的数量 而不是神通种类 毕竟神通之数 或许有的天尊 并非可以拥有数十种之多 但他却可以把一种神通 连续融入数十字 如此一来 可以获得同样的强大战力 重点是数量 速神觉之数 在形成了六道神脉之后 可以让亡灵移动之下 出现九十七个残影 这代表了其速度 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死觉极为强大 但却只有亡灵 才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瞬间 轰出了九十八道神通之数 因为亡灵如今的战力 已然达到了天尊 不而他才可以做到 若是战力不足天尊者 即便是神脉九条 连续出现了数百个残影 轰出了数百道神通 也依旧不是天尊的对手 即便是天尊学习了速神诀 即使是施展出来了 若其本身只有二十七道神通 容体 则哪怕数百残影施展数百神通 其威力也只不过是与其本身的 二十七道神通 容体类似而已 因为他的极限 就是二十七 不可能超越 如同一个瓶子 只能装下这么多水 哪怕即便是灌入再多 也只是这样 但亡灵不同 他的实际战力 因道古身躯的存在 更引起血脉内 那浑血的存在 无限之大 这里面浑血至关重要 如此一来 与他如今的戒魂金尊之力融合后 他能展现出来的战力 更是庞大无比 这也正是为何 亡灵道古与修士修为融合后 可以越级战强的原因所在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 便是亡灵在洞府界 还没有这么强 但到了仙冈大陆后 却是突飞猛进的重点 那就是在仙冈虚无中 那句最强分身 三者融合后 才使得亡灵如今 拥有如此战力的最终重点 身体是瓶子 修为是旗内的水 而那最强分身 则是使得这瓶子并非固定 而是如同拥有了弹力一般 可以不断地扩大 且那浑血的存在 使得亡灵的身躯 无形中有了奇异的变化 这种变化 平时没有显露 但在如今呢 却也是使得亡灵强大起来的原因之一 也是其他古族修士 无法与亡灵媲美的根本区别 种种造谎 或许当时并不重要 但慢慢的 叠加之下 却是惊天动地 在那漩涡黑洞临近的瞬间 天地内 九十八个亡灵 奇奇幻化 这九十八个亡灵呢 并没有去施展九十八种神通 而是全部只施展了一种 他连续施展了九十八次 在获得了天牛魂铠后 在戒魂力提高到巅峰修为中 获得了一丝天牛的记忆神通 天牛壮 这天牛壮 可以把戒魂提高的修为 完美地展现出来 九十八个身体 全部双手抬起 掐绝中 在头部形成如牛角的样子 在一声连绵不断地低吼下 向着前方默然一头撞去 大地颤抖 天空赫然化作一片虚无般 午后的阳光 直接消散崩溃 整个天地就只剩下了 那道魔宗天尊老祖 以及其漩涡黑洞 还有就是九十八个亡灵 却见这九十八亡灵身体 在这一状之下 一一消散 最后只有一个身体 在那天地间施展了九十八字 天牛壮后 发出了一声惊天堤吼 在这堤吼中 亡灵的身后 赫然出现了一尊巨大的天牛之影 死影极为真实 如同天牛脱困的真身一般 在出现之后 发出了一声天牛之吼 这天牛之影通体青色 更是散发出一股沧桑的气息 蕴含了不屈天地的气势 庞大的头颅抬起 头顶有两个巨大的黑角 在亡灵那一撞中 这天牛之影咆哮 一头向着下方 一起脚直接撞去 天牛撞 远远一看了 只见那巨大的天牛之影 把亡灵隐藏在内 一头顶两个黑角 直接就撞在了那来临的漩涡黑洞上 这一幕若是化作化轴 可以名震仙刚 成为绝美的至宝 轰轰轰轰 那漩涡黑洞内 蕴含的二十七种神通 在这一撞之下 轰然崩溃摧毁 那漩涡黑洞 更是颤抖中 被撞击的四分五裂 彻底瓦解 漩涡黑洞的崩溃 只是让那天牛撞来的 庞大头颅略有一顿 但却无法被阻止 那天牛头颅直奔 盗魔宗天尊老祖而去 这一切极快 几乎就是漩涡黑洞 崩溃的刹那 这天牛头颅的黑角 就临近了盗魔宗天尊老祖面前 这赤发老者 面色骤然变化 眼中露出罕见的骇然 身子急速后退 九十八道神童融合 还没有道容于体 但以这种方式 确实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若是他能容道 岂不是更强 天尊极限 就是九十九道 多出一道便是岳天尊 他借魂力提升修为后 竟然如此强大 这赤发老者 低吼中双手默然抬起 连续向前 轰击数字 这足以堪比岳天尊了 但他无法容道于体 这九十八道神通 便不是一个整体 如今即使强行融合 也绝不完美 但即便是这样 我也很难抵抗 每一次拳头落下 都是二十七道神通 凝聚而出 与那天牛一状对抗 使得这天牛一状中 蕴含的九十八道神通 一一崩溃消散 之前的 与漩涡黑洞撞击 使得天牛内的神通 崩溃了近四十道 如今在这赤发老者的 全力反击下 再次崩溃了四十多道 但依旧还是有十多道神通 没有消散 于刹那间呢 撞在了这赤发老者身上 这老者喷出一口鲜血 连续后退中 却见了天地间 赫然再次出现了 九十八个亡灵神影 低吼间 奇奇一动 第二波的天牛状 轰然出现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 荣誉出品的长篇 玄幻修真小说 《鲜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